经过在船上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妮娜已经习惯了面对读书学习过程中的小困难,包括且不限于灵界中浮上来的影子,幽碎深海中出现的恶魔以及书本自身的异变,再加上一直以来的刻苦训练,她如今对自己的力量掌控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具体表现就是,哪怕她抬腿一个6000摄氏度的飞踹,都能保证不会把旁边床铺上的被褥点燃。 刺目光辉骤然而过,来自世界深层的恶魔在太阳的威能下瞬间化作灰烬,空气中甚至没来得及留下什么烧焦的臭味,只有正午阳光暖阳阳晒过被褥之后温暖的味道。 最后一只被书本吸引而来的幽碎猎犬孤灵灵地留在房间中央,哪怕身为混沌寡志,只依靠本能行动的幽碎恶魔,这可不得生物仍好像陷入了短时间的茫然,她似乎无法理解为什么突然间便失去了两个同伴,现在,她面前是正被雪莉抓着锁链,俯身低吼的阿狗,身后则是正一步步走上前来,如烈日般笼罩着光辉的妮娜。 来自身后的恐怖威压远胜过眼前那个看起来不太正常的同类,幽碎恶魔下意识转过头,对上了一道如太阳般灼热的视线。 妮娜微微低下头,她的发丝已经完全染上一层金灰,刺目的强光从她的蹊跷中一散,这幅人类的躯壳下燃烧着远古烈日的威能,她注视着那恶魔,那恶魔身上的海骨便直接在她的目光中燃烧起来。 雪莉被吓到了,她此前都没见过妮娜生气的模样,她甚至以为这位平日里一直阳光开朗的朋友根本没有生气的时候,但现在她知道自己错得离谱,妮娜现在显然非常生气。 她的怒火正如热耳般生疼,哪怕收敛了一散出来的热量,那些光芒仍然仿佛能灼烧人的灵魂一般刺眼。 在雪莉越发紧张,终于忍不住要开口的时候,妮娜终于说话了,她张开嘴,灼热地等离子光焰在她的嘴角一散,声弱轰鸣。 我的作业,她的声音甚至带着悲愤,我的卷子,我的参考书,还有雪莉的作业,都被这几只狗抓碎了。 太阳之怒令恶魔都震慑地失去了行动能力,雪莉一听更是大吃一惊,甚至几乎乐出声来,真的。 我的作业也没了。 但下一秒她便反应过来,赶紧拦住正准备一个非较为作业报仇的妮娜,啊等等。 先留这个恶魔一命。 阿狗有话要问。 妮娜这时候脚都抬起来了,但听到好友的呼喊之后还是下意识停了下来,用眼角余光看向雪莉,还有什么好问的,不就是趁着人看书的时候跑过来捣乱的幽碎恶魔吗? 在船上都弄死好几个了。 可现在是白天,雪莉大声说道。 妮娜愣了一下,突然反应过来。 现在是白天,尽管外面起了很大的雾,天空也变得昏暗如傍晚,但从时间上,现在是白天,意向001人笼罩世界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城邦是安全的,阅读并不会引来黑暗中的入侵。 这些幽碎恶魔为什么会出现? 妮娜的目光,6000摄氏度,立刻死死落在了那最后一只幽碎猎犬身上。 在极近距离沐浴恒星光辉,这恶魔浑身的骨头都开始冒出青烟,他本能地挣扎着,似乎还想要打开一道猎系返回幽碎深海,但这本能的逃亡瞬间便被打断。 阿狗干扰掉了那恶魔身边刚刚出现,还未成形的裂隙。 能问出什么吗? 妮娜收敛了一些自己的力量,好奇地看向阿狗,你不是说正常的幽碎恶魔都没什么智慧,根本没法交流吗? 没脑子归没脑子,但真要调查也是能查出点东西的,他们有记忆,而且混沌的思维里偶尔也会出现一些连续的碎片。 阿狗晃了晃脑袋,似乎是因为刚才跟另一只幽碎猎犬拼头锤之后略有点脑子嗡嗡的,放心,幽碎恶魔有幽碎恶魔的交流手段。 什么交流手段? 妮娜和雪莉异口同声地问道。 双引号,不怎么美观,阿狗咕弄着,慢慢走向了那已经在烈日灼烧下渐渐停止挣扎的幽碎猎犬,随后,她又抬头看了雪莉一眼,闭上眼睛,雪莉。 雪莉震了一下,听话地闭上了眼睛。 短促的低吼,搏斗,紧接着是骨片被撕裂,碾碎,咀嚼的声音,令人牙酸的枝嘎声中,一个恶魔的剧烈挣扎只持续了片刻时间。 又过了一会,雪莉试探着睁开眼睛,看到房间中央的地板上只剩下一小堆正在飞快消散的黑色尘埃,阿狗正站在那堆尘埃旁边,妮娜则有点愣神地站在对面。 过了好半天,她身上的烈日光辉才渐渐消散,并惊叹了一声,哇哦。 雪莉猜到了刚才自己闭上眼睛之后发生的事情,她表情略显复杂地看了阿狗一眼,其实。 我也没,你会做噩梦的,我了解你,阿狗晃了晃脑袋,接着磨了磨牙齿,有些嫌弃地朝旁边催了一口,呸。 你割牙了,这种帘子都不认得恶魔啃起来就像石头,从里面连一句完整的句子都炸不出来,真亏这家伙也是追逐着知识跑出来的。 阿狗闲恶地吐槽着自己的文盲同类,彰显着自己作为一只文化狗的自信和骄傲,随后便低下头,似乎是在很认真地感知着自己刚刚交流得到的情报。 片刻之后,她有些困惑地抬起头,看向雪莉和妮娜,奇怪。 这只幽碎猎犬残存的记忆显示,她一直都不曾感受到异象001的压制。 雪莉与妮娜错愕地面面向去。 可现在,明明是白天,雪莉下意识地嘀咕着,慢慢来到了窗前,探头看向窗外。 越来越浓郁的雾已经笼罩了所有的街道,厚厚的雾气和高空云团就像层层叠叠的帷幕般笼罩着寒霜,而在这厚重的帷幕中,天光已然暗淡如黄昏,远处甚至看不到大街对面的建筑门面。 但天空仍有一团光芒,那是太阳所在的位置,确确实实是白天,确确实实是异象001。 妮娜,你看,雪莉抬手指灼天空,太阳就在那。 它突然停了下来。 厚厚的雾与云层深处,那团明亮的光芒悄然抖动了几下,紧接着就仿佛水中倒影一般向周围运散开来。 似乎,从一开始那就不是什么太阳,那只是在帷幕升起来的时候,残存在城邦上空的一幕视觉残像而已。 寒霜上空,太阳消失了。 同一时间,城邦中心区域,位于费金矿井正下方的地底深处,古老尘封的第二水路中。 城市中的物并没有蔓延到地下,地表上的些许异样也不会影响到探索队伍的行动。 在幽深荒废的地底世界,教会的守卫者部队正在紧张有序地加固着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推进据点。 如同蜘蛛一般的蒸汽步行机滑行着穿过宽阔的下水道走廊,大功率探照灯扫过走廊中每一个阴暗的角落, 多管机炮在蜘蛛甲壳两侧的炮台上微微调整着角度,随时警惕那些黑暗岔路中可能潜藏的阴影,身穿漆黑长袍的寂静修士们在十字路口的掩体中沉默祷告,为后续的推进养精蓄锐。 精锐的资深守卫者们则把守着路口各处的少卫和大门,他们腰间挂着提灯,一手提着手杖,另一只手则紧握着经过特殊改装的猎枪或大口径左轮。 第二水路被黑暗统治了太长时间,在这昏暗的地方执行探索任务,与其说是要调查什么东西,倒不如说是在对一个已经逐渐歪曲畸变的恐怖亡国宣战。 敌人可能是任何东西,敌人就是黑暗本身。 远方的一个岔路口传来了诡异的嘶嘶声,中间夹杂着某种庞大肢体的爬行,如动声音,两台正在路口据点警戒的蒸汽步行机立刻反应过来,四枚强力闪光。 但首先从蜘蛛机体前端抛射出去,紧接着,步行机上的守卫者便操纵着转管机炮指向怪想传来的方向打出了一轮扫射。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那片黑暗剧烈膨胀起来,似乎有什么东西受伤了,并就要从黑暗中显出形象来。 十二名身披黑袍的寂静修士从掩体后起身,同时高举手中盛点,缠绕绷带的手臂摇摇指向那片黑暗,发出其声怒吓。 黑暗中,有苍白的火焰燃烧起来,配合着蒸汽步行机打出的弹幕,将那无形黑暗孕育出来的东西烧成了灰烬。 躁动的黑暗重新恢复平静,岔路口逐渐从漆黑转向昏暗,又转向光明,灯光正常蔓延到了那个路口,照亮了那里的情况。 那里什么都没有,只留下墙壁上大大小小的弹坑。 以及空气中隐隐约约的,飞快消散的臭味。 阿加莎收回了望向远方岔路口的视线。 一个岔路被收复了,守卫者部队驱散了这地底世界的又一片黑暗,而对于整个庞大的第二水路而言,这里只是个渺小的角落而已。 他来这里不是处理那些岔路口的。 待我前往那扇门。 守门人微微转头,对身旁的部下说道。 推书时间,书名圣殿之剑,偏传统的中世纪历史文,故事和代入感值得期待,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